一个密闭空间形成什么样的生态系统 才能让人足不出户生存百天 2017年5月10号 中国月宫365实验计划启动 在总面积150平方米 总体积500立方米的月宫一号中 依靠系统内食物 氧气等生存要素的循环再生 三批志愿者成功挑战 持续生存了370天 在密闭空间里生活长达370天 这些志愿者吃什么 如何呼吸 如何生活 答案就在这个叫做月宫一号的大家伙里 月宫一号由一个综合舱和两个植物舱组成 是中国第一个世界上第三个空间基地生物再生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 它所使用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 是保障人类在月球火星等地外星球长期生存所需关键技术 同时月宫一号也是世界上首个由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构成的四生物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 整个系统闭合度高达98%为世界第一 它能够实现成员所需的全部氧气水和大部分食物在系统内持续循环再生 我们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利用生物技术来调控这个系统的稳定 要满足人的需要来形成物质循环 比如氧气 那么人会消耗氧气 他呼吸会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 那么它产生的废物我们要进行处理 为什么来处理它 那么也会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 那么这些产生的二氧化碳都会供到植物层 植物会吸收它 然后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会产生氧气 氧气又供给人以及各种生物 微生物 动物来进行这个呼吸作用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一个闭环的循环 除了氧气二氧化碳的循环 水的循环利用也是确保系统高闭合度 且长期稳定运行的基本要求 人产生的生活废水 尿液等 可在净化处理后用于植物栽培 同时植物蒸腾产生的水气 经过冷凝 收集 净化 又可再次供人饮用和生活 氧气和水能够做到百分之百持续循环 这一点对于人类太空探索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想要长期生存在月宫当中 营养丰富的食物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成为月宫的成员 能够享受黄粉虫的美味可是一项硬指标 我们在里面四项黄粉虫来进行补充我们的动物蛋白 去国外餐餐的时候 老外说是像蜀条 杂蜀条似的 但是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吃鸡鸟 蝉蛹那种感觉 大型动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心理上 人就会跟这些动物建立一对一的情感上的意外关系 然后慢慢就会把它养成了宠物 那么有一天比如你跟另外一个人说 对不起哥们你那只该吃了我要把它拿去摘了 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理的问题 而这个小型的昆虫它很小 所以就会养的量非常的多 那么当很多的时候你也认清老大 老二 老三 所以你就不会跟你说那只黄粉虫是我的 我给它起个名 黄粉虫听着好像觉得挺可怕 其实挺好吃的 而且它的营养也很好 就是它的动物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是很合理的 月宫一号里的黄粉虫 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可食蛋白 还能帮助降低仓内部分废弃物 从而加速物质循环 同时它还能起到一定的心理调试作用 除了培养黄粉虫作为蛋白食物源 志愿者们在月宫一号里吃的 全部是自己种植的绿色无公害食材 包括五种粮食作物 十五种蔬菜作物 还有一种水果 小麦 油沙豆 大豆 黄瓜 青红柿 之前还有草莓 我们在植物栽培这方面也种植了一些 有药物价值的植物 叫精芥 我们经常就是不定期的要喝那个精芥汤 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次生物循环 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那么一旦切断外界一切供给 人们赖以生存的阳光 空气和水 怎么自给自足 月宫一号正式提供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案 不仅使人类能在月球上长期生存成为可能 许多单项技术还可应用在极端气候地区 水下和地下设施 以及各种长期封闭的空间 从整个这个系统层级 我们叫在地球上一切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 来让人可以幸福地活着 对 除此之外 像我们里边的单元技术 可以用到地面上 比如现代农业的植物工厂 我们也现在正在把它进行研究转化 然后变成一个小型的装置 变成家用和办公场所使用 月宫365实验成功完成 标志着中国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 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也为中国空间站设计 提供了重要实验支撑 人总是要离开地球的 要比较长期的 在地外的空间和地外的星球在生活 生活就要解决一个环境 因此也要解决能量的食物的来源 我想我们这些就是不可取的 三千年前 古人望月星探月出角星 只能想象月宫的神秘规律 三千年后 月宫一号让我们走进太空 生活在太空拥有更多可能